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雍正看在眼里 怒在心里 不满的情绪一点点堆积着 172年雍正对年庚瑶的不满开始公开化 皇帝的态度亦明确 满朝文武群起而公之 纷纷揭发年庚瑶的罪状 同年12月雍正罗列了年庚瑶92项大罪 赐其自尽并流放其全家 同时对年庚瑶旧部和同党大家 朱连铲除其残余势力 朝野上下数百人受到牵连 一时间与年庚瑶有瓜葛的官员人人自危 可有一个人与年庚瑶关系颇深 不仅没受到朱连 还因此受到了重务 此人叫史宜直 时任力部侍郎 年庚瑶被朱杀后不久 一日史宜直入朝奏时 但事情奏报完毕 雍正却迟迟没有说话 史宜直正在闷间 雍正冷的房问了一句话 你解释是年庚瑶举荐的吗 原来年庚瑶与史宜直同年近世出身 关系颇近 在青海评判期间 年庚瑶推荐史宜直升任了力部侍郎 今日雍正看见史宜直 忽然想起此事 所以有此疑问 带有问罪之意 面对皇帝的责任 史宜直却并不慌乱 颇有大将之风 十分平静地打倒 回皇上 您说得不错 我是年庚瑶举荐的 可提认使用我的却是皇上您啊 年庚瑶不过和臣一样 也是一介臣子 我史一只眼中只有皇上您 没有年某人 史一只这几句话 不仅撇清和年庚瑶的关系 还顺代表了忠心 史一只这一回答 让雍正龙心大悦 笑骂道 好你个苟才 生了一副好苟才 贵安吧 以后用心办差 没有再追究他与年庚瑶的关系 反而在心里多加了一个赞 添了个此人可大勇的标签 此后 圣旨下 史一只坚韧 为布侍郎 护布侍郎 俸禄加倍 受到进一步重用 不久 史一职任会是副主考 顺天府福隐等职 并于雍正五年外放福建总督 可谓连连升官 在后来 史一只又历任户部 兵部尚书 直立 胡广 两江总督 并两次出任尚书房和军机大臣 直到乾隆二十七年 才获恩准回乡 历经康熙 雍正 乾隆三朝 为官时间长达六十二年 可谓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